嘿 你好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我是一飞姐 之前有朋友跟我留言说 特别期待我讲优势这个话题 那今天就来满足你们的需求了 我会从三个方面来详细跟你讲一讲优势的内容 第一呢 优势在个人发展中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 第二 优势的核心三要素 第三 如何发现找到你自己的独特优势 那如果你是第一次来到我的频道呢 我的频道主要是跟你分享个人成长 网络创业等方面的话题 如果你喜欢这个内容呢 那就千万不要再犹豫了 赶紧给这个视频点个赞 然后订阅我的频道吧 记得一定要点开旁边的小铃铛哦 并且是全部 这样以后我在发布新影片的时候 你就不会错过了 那我们接下来尽快进入正题啊 首先来聊一聊 为什么优势在一个人的个人发展中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 假如把一个人的人生啊比作一家公司 那么经营你的人生是不是就像经营一家公司一样呢 而你就是你自己这家公司的CEO 那该如何经营公司才能让他更值钱呢 想想看啊 是不是那些百年老店要比昙花一线追风口而爆发的那些公司要有价值啊 从长期来看 他们有更好的品牌和口碑 所以对于经营公司而言呢 持续经营远远要比追风口好 因为追风口产生的爆发 往往需要看机会 看运气 如果你只盯着风口啊 那就很容易陷入到功力和投机 选择做当下最赚钱的事情 这样呢 你就是围绕着机会跑 既然是机会呢 你看得到 别人也看得到 就会有很多人入场 结果就是市场竞争会非常激烈 最后在竞争中取胜的呢 一定是那些佼佼者 虽然在这样的市场上啊 你也许可以赚一点点快钱 但它只是短期行为 因为如果你选择围绕着机会跑 那就意味着 你无法在一个领域长期经营 你会不断变换你的业务赛道 你就无法在一个领域 长期积累你的资源和优势 也就无法经营你的长期品牌价值 很可能你一辈子都会陷入到 疲于奔命的状态 你的这家公司啊 也不会很值钱 而任何一家永续经营的公司呢 一定是长期持续在一个领域发力 才能建立起它的核心竞争力和品牌互成合 同样对于个人而言 如果你想永续经营你这家个体公司 那培养你的核心竞争力旋转方向 长期投入就至关重要 而你的核心竞争力呢 其实就是找到你的优势 围绕这些优势去培养你的相关技能 我们每个人呢都是独一无二的个体 都有属于自己的独特优势 这些优势就会决定你的个人定位 以及未来的发展方向 优势呢才是你自己这家公司 永续经营创造价值的金钥匙 好那既然优势如此重要 那接下来我就要跟你分享一下 优势的核心三要素 第一有优异的表现 也就是你擅长做的事情 第二充满激情 也就是你特别热爱做某些事情的时候 特别有感觉 那第三呢就是要经常做 也就是你用到这项技能的频率要足够高 你愿意经常做 记住啊 这三要素一定要同时具备 有时候你喜欢的充满激情的事 未必是你擅长的事情 比如说啊我自己很喜欢画画 但其实呢我画画呢 画的也就一般般并不是特别好 所以呢它就不是我擅长的事情 那它就不是我的优势 只能作为我的一项业余爱好 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 我们擅长做的事情 却往往很容易变成 我们喜欢的热爱的事情 比如说我的一个同事啊 他非常擅长做PPT 那在公司当中呢 无论是汇报啊 还是日常工作当中的一些PPT 每次他做完之后呢 领导都会表扬 然后我们也会用艳羡的眼光看他 为什么他可以把PPT做的这么漂亮 于是呢老板有很多重要的一些汇报演讲啊 都会让他去润色PPT 而我们呢在做PPT的时候 如果遇到什么问题也很愿意向他去请教 那慢慢的呢他就变成大家心目中的这个PPT小能手了 因为总是被大家提到或者表扬啊 他就愿意做的越来越好 自己也花了很多的时间精力 还有报各种班去继续精进他的这项技能 不断把他做PPT的技能啊提升的越来越高 日记月累呢他真的就把做PPT这项能力 从比较擅长变得更加擅长了 而且因为大家的正反馈啊 也让他越来越喜欢做这件事 他可以持续的从做PPT中获得满足感 那最后呢PPT这项技能就真的变成了他的优势 所以对于真正的优势而言呢 这三个要素就构成了一个完美的反馈回路 优异的表现让人充满激情 所以呢自然就愿意做更多 经常做也就是我们说的努力或者刻意练习呢 又会继续提升你的表现水平 所以这个循环就可以持续下去 我想听到这里呢也许你已经开始在脑子里想 自己到底哪些方面是满足了这三个核心要素呢 你也很想来找一找自己的核心优势 那在过去呢也有很多人跟我说 找不到自己的优势啊 其实找优势这个过程确实可能需要花一点点时间 那我今天呢也给你介绍三种方法 帮助你去发现自己的优势 第一种方式呢叫做自我洞察 你可以通过回顾自己的人生经历啊去寻找优势 这个过程啊很重要 我建议你可以花上半天的时间找一个安静的地方 不要被别人打扰去好好的来回顾一下你的人生 你可以去回忆你的童年你的中学大学度过的校园时光 以及你进入职场之后的工作经历 你去仔细想一想在这些过往的历程中 你做过哪些特别有成就感的事情 特别让你感到自豪的事情 你觉得是成功的事情 当然这里的成功不一定是那些什么大成功啊 就是一些小小的成就事件都算 你去仔细思考一下 为什么这些事情会发生 是你身上的哪些特质 或你的哪些特殊的技能 让你有了这样的表现 和产生了这样的结果 第二种方式呢就是寻求他人帮助 尤其是对你比较熟悉的人 比如你的家人 你的领导 你的同事 你的朋友 向他们去询问一下对你的反馈 如果是你的同学呢 那你就可以问问他 对你的哪些过往经历啊 特别印象深刻 哪些事他们觉得你做的特别好 原因是什么 那如果是你的领导呢 可以问问他 他愿意把哪些任务交给你去完成 为什么愿意交给你 那如果是你的家人 你可以问问他们喜欢你身上的哪些特质 你身上有哪些闪光点 那如果是你的朋友 可以问问他 为什么愿意跟你做朋友 你身上哪些特质比较吸引他们 那这些问题呢 你问的越详细 越有助于帮助你去搜集和获取到一些有价值的信息 从而让你去发现那些独特的特质 那前面这两种方式 自我洞察和他人反馈 已经基本上可以帮助你去发现你身上的特殊的优势了 如果你想探索的更加深入的话 想再去探索一下有哪些潜在的优势 那我们就可以去运用一些市场上比较成熟的测评工具 比如说像盖洛普优势识别器 DISC性格测试 MBTI等等 我在描述栏里放了一个帮助你去了解自己优势的测评 有兴趣你可以去测测看 通常这些测评工具都会有比较详细的分析报告 当然你也可以去找一些资深的顾问来帮你进行进一步的解读 以上这三种方式 其实都需要去审视你自己的历史 在探索的过程当中 尤其要注意哪些经历会经常出现 这些经历重复的本身 就会帮助你发现优势的线索 越是频繁出现的那些优异的表现 越有可能就是你的潜在优势区 好了那如果你观看这支影片一直到现在 那我想今天的内容一定会对你有帮助 我也建议你真的好好的去探索一下你自己的个人优势 它对你未来的定位和发展方向真的至关重要 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内容 记得点赞关注我吧 我也期待你在评论区分享你的收获 以及未来你想要了解的关于个人成长方面的话题 那咱们下期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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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